内享一联合国SDGS永续发展指标 普里正立图书馆除了在馆内设专区 介绍SDGS17项指标之外 每一项永续发展指标也配合一本绘本来介绍 并且从3月起连续17个月 每个月以一项指标为主题 配合绘本导读及DIY活动 让民众更了解全球永续发展的议题 也欢迎民众透过图书馆脸书资讯来报名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大家可以将永续目标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让我们地球变得更好 那希望大家有空可以藏到图书馆来 那并且参与我们每个月主办的这个主题活动 那我们每个月会根据这个一个主题目标 那搭配一本的绘本导读还有手作活动 那欢迎大家来报名哦 先议员林芳瑜表示透过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的介绍 每个月一个指标的主题 让孩子及家长都能够一起来爱护地球 珍惜地球资源 用行动帮助地球能够永续发展 每个月有一个环境永续的一个主题 希望说在图书馆这个地方 藉由我们图书馆 不管是学生也好 成人也好 一个阅读的空间 做一个环境的宣导也好 教育也好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能够让我们大家爱护这个地球 珍惜这个地球的资源 让我们这些子子孙孙们有一个很好的地球环境 先议员陈宜君表示 透过连续17个月 每个月一个主题 让民众来了解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内的内容 让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 能够真正地在生活中落实 比如说里面有提到健康与福祉 那我们在社区里面怎么样促进长辈 或者是小孩子的健康 那又比如说气候行动的部分 就是图书馆它也会在4月份 举办这个地球日的活动 那又比如说有保护海洋 保护陆地的生态等等 像这样的一个主题 每一个月它都会有一本书 然后来进行导读 让我们的社区的居民 还有一些学生们更清楚知道 我们怎么样来配合联合国的 这个永续发展的17项指标 真正在生活当中落实 副一长拍一圈肯定普里整理图书馆 想一年合国永续发展指标 设立永续发展图书专区 并且配合道都 落实永续观念推广的用心 也欢迎民众都能够来了解 SDGS永续发展指标 并且可以来落实 帮助地球的环境能够变得更好 记者重为一 普里整采访报道